餐饮业者瓦城去年EPS达到了10块5 在1400多家的上市柜公司当中位居第40名 那么呢餐饮业者呢瓦城他们上季的这个春节档期的益柱之下 那第一季的营收获利同步比去年大增超过了两成再创新高 提到美食天堂不少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台湾 根据美国美食网站调查 今年亚洲区最吸引人的101家餐厅排名中 台湾餐厅就难夸了七个名次 万事打卡最新资料公布 国内民众的餐饮费用平均一个月就能吃掉将近5000元 位居亚太第四名 让餐饮业者荷包赚满满 消费者越来越在意的是这个整体的消费的经验跟价值 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说像瓦城来讲 我们一直在为顾和提供很高的这个这个整个消费的价值来讲 我们是很我们是很乐观我们是很看好的 春节档期以及企业春酒春腰 瓦城第一季营收冲上7.17亿元 年增32.95% 税后存益0.82亿 同步较去年同期大增超过两成 EPS3.54元成功刷新历史新高纪录 我们在2014年底的目标是要达到在华东区域希望达到10家分店 成绩抢眼瓦城去年净利率更达到10.59% 超越连锁餐饮龙头王聘的6.85% 以及F美食的3.8% 要居冠军宝座 宣布其下第四个餐饮品牌将在第二季亮相 至于大陆市场也不敢马虎 预计年底前总店数要达到10家 真是启动横跨两岸市场的拓展策略 分析的关于台北报导